Couture 誰說要用武器? 拳頭也可以 Hello 大家好 又是每日生存影片的時間 今天再一次拍攻略精妖影片 今次是困難地堡二流 困難地堡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我想給大家一個散槍的方法 所以真的拍得很辛苦 剪也花了我很多心機 所以大家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或者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多謝大家 之後攻略精妖影片 當然少不免會有提醒 由於是困難模式 所以提醒會比較多 首先就是300血的爆炸 浮回爆炸 具肥剩150血的時候 會加速衝刺 但攻略是不變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所有武器的傷害 全部都會大打折扣 其他要點大家可以暫停一下 留意一下 之後就講一下我的準備的裝備物資 武器也是差不多的數字 但是會帶的比較高傷害的武器 然後遠攻的武器 其實也不用帶太多 軍裝也是軍裝 同樣的 所有攻略精妖的影片 在攻略期間 是不會再加防術的 但全部都會有很仔細的說明 所以大家可以關掉聲音 盡情在任何地方 透透地看也好 開揚地看也好 立即開始 群蘭地補二樓的攻略 那我就不多說了 立即去片 開殺 需要秘密的 敲ん 先拆好 拿骨 忘了 1 2 2 3 10 10 10 2 3 4 7 9 1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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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